这段的公路就是什么路啊 就是这样的 碎尸到这儿啊 当天幕拉开 流星划过 极光女神悄然而至 这也许就是自然界赋予北方极寒之地 漫漫长夜的神秘领悟 不能预期 只可预见 吸引着每一个热爱冒险的灵魂前往 加拿大是北美可以驱车进入北极圈的国家 这里拥有一条通往北极到北冰阳的全天候公路 一个人 一台车 一路向北 目标北极 我是从BC的科罗纳出发 穿过了97号公路 卡尔布 淘金古道 踏上了阿拉斯加公路 在玉空的西南部游览完黄金圈后 到达了古城 道森City 挑战了双脚趾GV9后 在午夜群顶和山上 终于看到了梦寐以求的北极光 最后踏上了开往北极北冰阳的丹布斯特海味 长途跋涨了900公里的沙石路 各种状况皆中而知 车子电源保险烧掉 导致导航失效 走错了路 在丹布斯特公路 多走了70公里 随时都有断油的危险 四个轮胎 扎了三个 一个报废 两个修补 在钟雄出没的北极荒野中自己更换轮胎 在最后到达终点的200公里 又被神秘的车辆跟踪了20公里 当然 所有的这些都无法阻挡我继续向前 谢天谢地 在2022年9月1号下午的三点 终于到达了公路的尽头 北冰阳的岸边 终点站 图克托亚图克 返程走了BC省的37号公路 看到了钟雄捕食三尾鱼 等众多的野生动物 整个旅行历时25天 往返行程9800公里 完成了我多年规划的北极之行的数月 也领略了一生难以忘记的北极 太远的秋色 北极之行要我明白的努力做事 踏实做人 不贪婪少索取 上帝很公平的把快乐 幸福和成功 送给那些努力做事 历经磨难的一部分人 有梦才有景 梦有多美 景就有多美 现在我终于到达了 旅行 请继续关注浪迹天涯的旅行频道 我希望一路向北 目标北极 能够成为北极自驾宝典 见过的风景 走过的路 踩过的坑 都分享给同样有梦想的朋友 让您的北极之旅 变得更简单 更容易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北极正片 见